市長,你請市長,他就升官了 會長,你請市長,他就升官了 這樣,我提一個意見 我們現在看這個東西是叫做廣池 廣池是一個公園,漂亮的公園 事實上不該是誰來開發的 那我為什麼這樣講 是因為你們有一個叫做在內湖有一個花市 有4.5公頃 結果你要把它開發成公園 不要發到將近一億 而且它是水要從下游的二級處理槽 才抽回來 我請問你,你那個錢不能省嗎 你把這邊的公園住在,你去蓋到那個地方 這邊公園就給他住公園 當然你不能說,你一定會說 不夠不夠,不夠應該少一點 少過了一點 可是大部分你已經過去了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既然你要幫省長 會不會都花省長 你就要把那邊的錢,花將近一億的錢 那邊賣地 如果有機會大家有去看花市的地 很漂亮,一整片都是 是建築用地嘛 那用什麼地要把它挖成叫做什麼 施地,公園施地 那這塊地,如果好好的公園一方,產掉 那看成大,很奇怪 這個東西邏輯上好像怪怪的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說 副總,你幫我 我知道你的意思 之前我也有提過 第一次開會我也有提過這個事情 我說你這兩個就跟他對調 你記憶給我省錢 又不要花那麼多錢 這裡的公園又保留下來 那邊的地 如果有去花市的人,你去看看 我曾經,他現在都停掉了 這塊地現在還在 都是水泥地很漂亮 一塊四四方塊,4.5公頃 那你現在要花將近一億的地方 再做成公園 而且他水不是從我們這些山上下來的水 而是從下游 下游被水處理有沒有 抽回來 你看他做管線 免貴還付這些費用 那個費用不是你所謂 你想像說那麼簡單 假如我們這次公園 我告訴你,我們山上下來的水是自然的 有抽過水嗎?沒有 因為我們這邊是浪費嘛 下來的水都是自然的 三藏來要水下來 你別這樣亂講 這邊是三藏五的水下來 三藏五的水下來 三溝溝下來水 他等一下壓 對啊 不要緊 那我的意見是這樣 你把這兩個看看有沒有機會 最起碼我們要這樣 你記憶說你那邊的時候沒有要開發 現在你已經有這個計畫開發 那你這邊是不是做的那一個 好 那第二點 今天這邊看 不好意思 我發了我的意見 最近台北市政府他還要說一個叫 東區文物計畫 我不再做文物 我知道的人應該不少 他是以南港投資站 做的一個大區 當都拉底所做的 那南港投資在那邊 那個東區文物計畫 那我們這邊 從信義計畫 他是不是可以延伸過來 就是一帶一路 讓你延伸過去接起來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一區延伸過來 到南港界線的地方 你這個改成商業區嗎 你現在剛剛講的嗎 就是信義計畫區延伸過來 到南港的改成商業區 我不一定說你要怎麼改 就是我在建議說 因為你的信義計畫區 你是82年就開始有的 到93年 是併分第二次 併分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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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希望說 現在已經903了嗎 你們應該要變成134的超南面 然後我說 在這邊可能是 我們會一些 我們會把他 就把它延伸過去 當成一帶一路就這樣子 也延伸到那個 東區文物計畫 因為你們西區文物計畫 是台北公司站 這就是東區文物計畫 謝謝 那個各位 因為一季本來到8點 我們就到8點半 那多次計畫 我們會下禮拜輸 那觀眾你要講嗎 我講 我問一下問題 謝謝 謝謝